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六月二十日 第三章第三卷第三章十二节 罗马书七章二十一至二十五节 人堕落后本性全然败坏 罪人所有的欲望都是不洁的 所以都是有罪的 有人认为这是荒谬的说法 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欲望是造物主所赋予人的本性 我们的答复是 我们所指责的并非神造人时所赐给人的正当欲望 若是删除这些人受造时的本性欲望 等于是摧毁人性 我们所指责的乃是那些悖逆 无法无天 抵挡神治理次序的冲动 人犯罪堕落所导致的结果是 人性一切功能都已经被罪污染败坏 甚至我们一切的行为都是持续的脱续和放纵 既然人的欲望与这败坏放纵无法分开 这些欲望都被污染变成邪恶的欲望 因此我们说 在人犯罪堕落之后 人的一切欲望都是邪恶的 简言之 我们说人的欲望是邪恶的 都是罪 并非因为是来自当初被造的本性 乃是因为它的悖逆放纵 它之所以是悖逆放纵 因为没有任何纯洁正直 能出于败坏污秽的本性 重生得救的人所犯的罪已经得到完全赦免 然而罪性仍然残存在我们里面 我们的肢体里仍有罪的律存在 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得胜着罪的律